7月14日,据八卦媒体刘大锤爆料,德云社演员何九华疑似出轨,背着绯闻女友王欧和长腿美女约会,互动非常亲密,引发网友热议。 据悉,今年6月底何九华开豪车到某小区,道光的视频中,他穿着白色T恤和宽大的休闲裤,打扮低调,随后一位打扮性感,身材火辣的长腿美女,熟门熟路地坐近了副驾驶。 莫过多久,何九华将车辆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,两人在车内摸黑独处了将近三个小时。 事后,何九华还打开车窗,冲了一根烟,而后便开车将美女送回小区。 或许因为心情非常愉悦,到达小区后何九华再度关掉车灯,一边聊,还一边激动地扑向美女试图亲吻对方,而美女也顺势搂住何九华的脖子,两人似乎在车内亲了很久。 尽兴后,何九华才和美女像咪咪地下车,谨慎起见,何九华还戴上了口罩,将脸遮挡得炎炎实实。 回家的路上,何九华似乎紧紧地拉住了美女的手。 在美女的家中待了一个小时后,何九华才一边抽烟,一边悠闲地走出门。 令人惊讶的是,刘大锤透露,与美女秘密约会后,何九华竟然开车回到了王欧的豪宅里。 第二天结束工作,她同样返回王欧家中,也就说,她和王欧大概率还没有分手,仍在同居,因此刘大锤才怀疑何九华出轨了。 据悉,何九华今年36岁,而王欧今年40岁,两人年龄相差4岁多。 2021年9月,两人首次曝光恋情,后来何九华陪王欧参加了妹妹婚礼,两人还一块去剧院看过演出,一起吃火锅,多次甜蜜约会都被拍到。 此外,他们还被巴使用了同款情侣手机壳。 去年11月,何九华频频出入王欧豪宅,两人疑似感情稳定,已经是婚同居。 不过,前不久有余计爆料已经40岁的王欧结婚心切,一直名利按理向何九华逼婚,甚至想靠怀孕与何九华修成正果。 然而何九华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。 说起来,何九华和王欧刚开始传出恋情时,很多人不太看好,甚至开始劝分,因为南方曾因人品不加挨骂。 戳间,何九华又疑似出轨,不知道这一次他和王欧的感情还能不能继续下去,当然事情的真相如何,还有待本人回应。 提到谢霆锋,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俊朗的外表,放荡不羁的性格,而还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段有关于三个人的故事。 当谢霆锋和张博之宣布离婚,当谢霆锋重新牵起王妃的手,大家都以为故事有了结局,有的人兜兜转转依旧回到了故人身边, 有的人坎坷半生仍是孤身一人。港媒声称目前谢霆锋和王妃已经和平分手,只是没有对外公布,两个人之间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,而是选择了平静地结束这段关系。 根据港媒的报道,现阶段的谢霆锋和王妃都有各自想要去做的事情,谢霆锋在忙着拍电影,王妃则到处旅游。 也许是因为现阶段彼此的追求不同,两个人选择了结束这段维持了十年的恋情,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 在彼此都经历了一段婚姻,拥有了孩子之后,王妃和谢霆锋兜兜转转依旧选择了彼此。 在王妃离婚的次年,她被媒体曝光和谢霆锋复合。 戳间,港媒言之凿凿地称谢霆锋和王妃又分手了。 似乎生命不止,折腾不止,纠缠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真的迎来了最后的大结局吗? 这段长达二十多年的纠葛终于落幕了吗? 这两天李线被爆出来疑似和网红小雪恋爱了,主要是两人被扒出来很多AP地址都重合了,还被扒出一起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。 但是小雪被扒出离过婚,有一个女儿,因此现在李线的粉丝们对这个嫂子很是不满,各种否认,表示就靠着几个AP地址的重合就说两人恋爱,根本就不算是实锤。 不过也就粉丝不愿意相信罢了,其实李线私底下已经和好几个网红都谈过恋爱了,只是她出手大方,这些人才没有出来锤她。 杨密球魏大勋复合,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杨阳和王楚然的新剧火出圈的竟然是魏大勋。 在这部剧中她演技不错,和综艺上的表现有很大的反差,成为了网友的心疼对象。 最近还有人说看到魏大勋现在有了热度,杨密还回头来是好了,甚至还传出来了杨密求魏大勋复合的瓜。 且不说魏大勋现在有女朋友,就拿杨密现在的嘎位来说,也不会回头的。 但是魏大勋现在出圈也说明了姐姐们的眼光并不差。 7月14日,据资深八卦媒体爆料,知名神眼女星和某富二代秘密生子,而且两人并未结婚,令网友们惊讶不已。 据该媒体透露,某个富豪的儿子在一次酒吧聚会上,认识了神眼女星,并对女方一见钟情。 随后这个富二代对神眼女星展开了猛烈追求,最终神眼女星同意了交往。 后来,神眼女星意外怀孕,为富二代秘密生下一个孩子,但即便如此两人也没有结婚。 由于害怕被媒体拍到,所以神眼女星不敢亲自抚养孩子,而是将孩子交给富二代的母亲照顾。 其中,有部分网友猜测神眼女星就是迪丽热巴,因为漫画中的神眼女星有一颗类质,和迪丽热巴十分相像。 不过迪丽热巴最近忙着出席活动,似乎没有去过海边。 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阿娇,因为阿娇的脸颊上也有一颗质,而且巧合的是,阿娇在六月底刚刚去了泰国海边,还晒出了一组美美的泳装照。 事实上,今年四月就由网友爆料,阿娇在去年给知名富二代勤奋生下了一对龙凤胎,此前发胖也是因为刚刚生完孩子,不过这个爆料一点颇多,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太相信。 说起来,近日阿娇还跟女网红黄斧圣华传出了绯闻,当然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,还有待证实,大家要谨慎吃瓜。 最近蔡徐坤打胎和杨杨死不承认恋情的瓜中,陆寒这边倒是营销了一把自己很爷们,敢于承认恋情,踩着别人没少吹自己。 虽然陆人们对此都很是好评,但是陆寒的黑粉倒是坐不住了。 开始阴阳怪气,表示虽然陆寒和关小彤官宣时关小彤已经20岁,但真正在一起时,甚至陆寒在追关小彤时,关小彤有多大可就不好说了。 现在开始以此对陆寒对未成年下手,是要把陆寒骂扑。陆寒和关小彤两个人是正常恋爱,大众没必要把他俩的事情往不正常的方向想。 迪丽热巴,他主演的公诉播出效果一般,但是最近他本人却是频频挂在热搜榜上,前脚和精心的争论还没停休,那边粉丝依旧紧抓着他和黄锦鱼的绯闻不放,而且冒出的瓜也是越来越多。 最近有某个法国AP的网友,在某平台上留言,称自己曾经在巴黎烧烤店偶遇过迪丽热巴和黄锦鱼,两人手挽着手进店,俨然一副小情侣的做派。 粉丝当然听不得这个说法,当急怒了要求网友删除留言,并威胁他不然就要走法律程序。 迪丽热巴和黄锦鱼确实从当时拍戏的时候关系就不一般了,这一点从现场片花就能看出来,两人同况随时都散发着粉红泡泡。 但这个瓜比较敏感,稍有不慎,粉丝的一番好意甚至可能烧到迪丽热巴自己,而且这不仅仅是当红女隐瞒恋情未婚生子那么简单,还牵扯到娱乐圈一些见不得光的秘文。 基于种种原因,迪丽热巴暂时都是不可能公开自己真实私人生活的,粉丝也没必要追着工作室骂了,何必帮着为男苦逼打工人呢,放过他们一马吧。 最近,张晓涵以漫画的形式,爆料了某知名男团出身的顶流男星小X的几段恋情。 首先是小X和知名九十花的绯闻,张晓涵配了一张机车图,而网友们在解读了一番之后,认为这张图疑似指的是一阳千玺和周冬宇。 在拍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期间,有爆料称一阳千玺,周冬宇两人疑似因戏生情,疑似谈过剧组恋爱,以至于相信这个瓜的人不少。 在一个旧式,疑似和一个时尚女性在海南三亚的某酒店开房的瓜,网友们在福尔摩斯了一波之后,认为这疑似指的是一阳千玺和宋颜飞。 至于说南鼎刘小X的第三段恋情,根据张晓涵给出的南鼎刘带女有趣舞蹈室,两人拍过一部古装剧,女方比南鼎刘小X大六岁等信息,吃瓜网友把一阳千玺和王贺任对号入座了。 经常吃瓜的网友应该了解,这个一阳千玺和王贺任的恋情瓜,并不是头一次爆出来,两三年之前就有疑似一阳千玺的大粉,下场倒游爆过瓜了。 比如说疑似一阳千和周冬雨的这段爆料,大部分业内人士是默认的,只不过因为周冬雨和刘浩然的故事,相对来说更吸引人眼球。 于是在对比之下,周冬雨疑似和一阳千玺有过的往事,也就没有什么人去提及了。 再就是宋颜飞这位姐,她聊汉子的功力很厉害,疑似拿下过好几位刘亮小生,但是她和一阳千玺是没有什么交集,而真正和她有故事的,疑似是另外一位南鼎刘。 至于说王贺任,因为之前疑似有粉圈的爆料,她和一阳千玺的瓜,网友们可以观望一下,也不要先直接一票给否决了。 当然,一阳千玺私底下疑似也是有一些感情瓜和羊嫂子的料的,她的相关故事,有待于深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